中共搞的洗脑工程 这期的内容叫祖国战友情英雄碑 而显然枪上挂的正是中共 运任的真正的领导们 又认为这张照片显示了 中共一脉相承的都是些什么人 就这么他却说他代表了中国 而有人接过这段视频 而有人则介绍 毛泽东在宣布废除那些 为了不平等条约的同时 却为主没有提起苏俄对中国处地的侵犯 而实际上在湖南常德 还真的有一些中共的退役老兵 给中共政府写请战书 要求去支援俄国 其中更有这样的话 说保卫俄罗斯就是保卫伟大的祖国 只是有人担心 这些人难道不怕他们的亲密 会流落到虚中吗 而有人更担心 这些老兵的装备不一定好用 而有人也提醒 现在的俄国和以前的苏联 也并不是一回事了 他介绍说苏联解体之后 俄国不再搞党领导一切 他们的物价很低 尤其是能源水电费几乎是免费的 而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搞教育医疗产业化 从这些角度看 中中国拿什么跟人家比呢 这个消息似乎也能显示出 中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真的比不上俄国 甚至连白俄都不如 据说呢 越南政府在3月15日做出决定 对德国法国等15个国家的共鱼 实行面签诱进 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只是有人推测呢 越南对中国人不免签的原因 应该是中共要求的 估计呢 是防止旧才们太方便的离开强国